政務司司長張建聰說 青年人入世未深 容易被人煽動而犯罪 成為罪惡的扯線公仔 寄予他們要結身自愛 珍惜前途 最嚴重 在忘字詐文 說暴力隱患蠢蠢欲動 有年輕人因為心智未成熟 容易被煽動 在肝犯違法行動 行為的時候 未必知道嚴重後果 斷送寶貴前程 社會必須要樹立正氣 杜絕乖風 全力壓止暴力 吳俊賢仲右說 經濟衰退 青年就業將會面臨嚴峻挑戰 青年發展委員會即將開會 聚焦討論 促進青年就業的措施 他又提到 立法會內會前日突破困局 政府定必全力配合